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学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Git 请看一下咱们的标题 今天的标题是 Git的文件操作 也就是说 今天开始咱们要操作文件了 好咱们看一下今天的支点 有这么四个 其实应该说三个 首先说是这个GitAd 这咱们以前用过嘛 对吧 什么意思 将文件加 或说将工作文件加线的文件 加入到索引去 Stage 就这命令 咱们想加谁 Ad后面就直接敲 有十个文件就敲十个 有二十个敲二十个 这是GitAd的写法 但有朋友说 我这一次得加八十个文件 你这怎么办 敲下太麻烦了 对吧 没关系 下这个命令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什么意思 GitAd点 小说两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说将当前工作文件加 以下的所有的文件 包括紫布录 一下子加入到索引去 这就方便了吧 这个其实命令 是我用的最多的命令 谁不可能说 GitAd 敲一百个文件 不可能吗 这个GitAd的点 可能是95%以上 都会用这个命令 谁也不会说 敲好多文件 对不对 好 再往下看 接下来一个命令 GitRM RM什么意思 比如说 您想从Git当中删除某个文件 那怎么删 用GitRM就可以把它删除掉 好 再接下来 GitMV MV什么意思 熟悉UNIX Linux朋友都知道 文件移动 对吧 从A目录 移到B目录 对吧 不过在Git里面 它虽然也是可以当文件移动 但是呢 更多 它用于什么 它用于文件的更名 文件的改名 比如以前叫index.htm 我就是不好了 我改个名叫什么 叫index.htm R行不行 这个呢 是通过MV来做 好 这就是今天咱们的质量 接下来 咱们马上看一下实战演习 实战演习呢 首先 我要修改一下咱的index文件 然后呢 我还有再建立一个 style.css 坏的话说 我现在用两个文件修改 然后呢 然后我再把它加到搜索区 好 咱们按照我的步骤 咱们试试啊 首先 我先打开 哎 赵总 我现在是在虚拟机 我先打开外部文件 my web index 我把它打开之后呢 我再加一个 叫做这个 比如说 叫什么呢 叫I like love hate 我恨get 为什么 太难使了 命令行太多了 我记不过来啊 多如牛毛命令 好 然后呢 我在这个my web下 我再增加一个文件啊 再试试啊 我这个文件 我试试啊 比如说我叫这个body 然后呢 因为我要起css 存盘 存到哪去 存到c盘的web 对不对 我现在叫style.css 可以存吧 好 这里面我什么都 这里面咱也别什么都不加 比如咱加个背景色吧 当然这个不是咱们现在的 这期的话题啊 这不是咱们这期的话题 好 换句话说 我现在在这个文件夹下 有两文件 一 index文件呢 我增加一行 I hate git 然后呢 我就增加了一个样式单 对吧 符合咱们的这个实战要求吧 修改两文件 然后呢 咱们看一下这个系统 现在的状态啊 或者说现在文件夹的状态 我进入咱们的文件夹 myweb DR看一下 两个文件 没错吧 然后git status看一下 大家请看 一个文件是modified 修改了 index以前有吗 另外一个是没有 是新规文件 还没有做这个文件 还没有对这文件进行跟踪 他希望您呢 用这个git add进行跟踪 那咱怎么办 看啊 以前来说 咱是一个git 然后呢 add文件名嘛 现在不是了 咱用git add点 试试啊 把它都一起 同时 加入到搜索区 go 好 看一下状态 哎 怎么样 两个都进搜索区了 一个是modified 一个呢 是new file 这非常棒啊 好 接下来 我呢 要把这个index进行更名 为什么 大家请看啊 我这index扩展名是什么 htm 这很别扭是吧 而且也不别扭啊 但是呢 我更喜欢看到是html 要全称 那怎么办 我叫对他进更名 怎么更名 git里面的更名 好 git mv 空格 index 然后呢 变成index.html 回撤 好 git theta再看一下 哎 大家请看 多棒 rename 然后呢 index.html 变成index.html 非常非常的一目了然啊 非常棒啊 好 接下来还没完啊 我这个css我加错了 我要把它删掉 这怎么办 以前咱们是先退搜索区什么的 这都没问题啊 咱们先用一个简单命令删除 叫做gitrm 咱们试试啊 咱删一下它啊 gitrm 空格 它现在因为是在搜索区 所以呢 咱们就加上cashit 注意 cash有个d啊 什么意思呢 已经被缓冲 没有d 就不到过去时嘛 对吧 好 然后呢 敲上style.css 再回撤 yes 移除 然后呢 git status 看一下现在的状态 哦 移除到 从这个搜索区移除出来了吧 对吧 哎 这个呢 就是git的基本的文件的操作 不知您听明白没有啊 好 我现在再git加回去 咱们再看一下啊 哦 又回来了 那咱们做个提交吧 咱们既然都已经 变更了这么多文件了 以后咱们可能还要用得到啊 所以自我提交 叫什么 edit style style.css 咱们追加了一个css 回撤 好 再看一下当前的状态 没有了 那咱们看一下这个git logo该怎么看 还记得吗 更新历史 哎 对 git logo嘛 哦出来了 大家听听啊 最上面就是 刚刚咱们追加的 比如说有朋友说 我看来不方便 当然我也看来不方便 我一般怎么看来方便 一般我更喜欢用online 一行显示 非常棒 非常棒啊 这刚刚咱们追加的一行 然后呢 叫做add status 正好就把这style.css 咱们追加了一个新的记录 好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内容 应该不是很难啊 咱们对这个git文件进行些个操作 有的朋友说 我不用这命令行不行 我直接删除行不行 也行 我直接一动行不行 我直接在这个explotator里面改名行不行 也行 但是我不推荐啊 为什么 因为有的情况下 这个文件的历史版本 可能由于您没有用到git命令 它会保存不住 有这个问题啊 所以推荐您使用git的自带的命令啊 好 以上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所有的内容 今天的课程文件呢 我都会放到开门中国 今天的视频呢 我也会放到优酷YouTube呢 供您观看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